嗨 欢迎来到小飞英语 今天是实用口语1000句第二期 会和大家分享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口语表达 OK, let's get started 好,我们开始 我们来看第一句话 你昨天晚上打呼噜了 我们来看一下美剧中的英文表达 你昨天晚上打呼噜了 You were snoring last night 我们来逐个看一下这句话中的单词 you表示你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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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它是一个必动词的过去是 表示是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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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原形是are are are 再来往下看 snoring 表示打呼噜 在这句话中用了进行时 它的动词原形是snore sn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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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表示上一个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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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ght 表示晚上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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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在一起 last night 上一个晚上 就是昨天晚上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的发音规则 last 和night 这两个词连在一起 前一个词 尾音的t 失去爆破 不发声 形成一个小小的停顿 last night last night last night 我们把整句话慢速连起来读一遍 you were snoring last night you were snoring last night you were snoring last night 你昨天晚上打呼噜了 好 我们来看下一句 我是夜猫子 I'm a night owl I'm a night owl A night owl like yourself 我是夜猫子 I'm a night owl 比如说咱们常常熬夜 经常晚上睡得很晚 是个夜猫子 就可以说这句话 我们来逐个看一下单词 第一个词 I'm 表示我是 其中的pm 它是一个缩写 它的完整形式是am 后一个词 呃 呃 表示一个 这个比较简单 night 表示晚上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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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一个词 l 它其实是猫头鹰的意思 l l l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的连读规则 前两个词 I'm和呃 复原连读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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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两个词night和l 也是复原连读 night owl 我们把整句话慢速连起来读一遍 I'm a night owl I'm a night owl 我是个夜猫子 最后一个词 l也可以换成person 比如说我们喜欢熬夜 我们也可以说 I'm a night person I'm a night person 也是可以的 来看下一句 我喜欢早起 我们来看一下美剧中的英文表达 I'm a morning person I'm a morning person I am a morning person I'm a morning person 我喜欢早起 I'm a morning person 来逐个看一下单词 I'm 表示我是 呃 表示一个 呃 后一个词 morning 表示早上 morning morning 最后一个词person 表示人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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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看一下这句话中的连读 前两个词I'm和呃连在一起 复原连读 I'm a I'm a I'm a 好 我们把整句话慢速读一遍 I'm a morning per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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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早起 好 我们来看下一句话 你刷牙了吗 Hey did you brush your teeth? Did you brush your teeth? Did you brush your teeth? 你刷牙了吗? Did you brush your teeth? 我们来逐个看一下单词 Did 它是一个助动词 表示过去事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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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单词我们会慢速读三遍 大家可以一起来跟读 下一个词 You 表示你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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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一个brush 这个词表示刷的意思 它既可以做动词 表示刷这个动作 Brush 也可以做名词 表示刷子 Brush Brush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的尾音 它的发音有一点像中文中 老师的诗 注意在发音的时候 嘴巴往前撅发 注意这个音在发音的时候 声带是不震动的 它是一个轻浮音 嘴巴撅起来轻轻来发老师的诗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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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起来 B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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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刷 下一个词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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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你的 后一个词牙齿 T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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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齿 这边用的是牙齿的复数 Tooth 它的单数是Tooth T-O-O-T-H 是单数 Tooth Tooth 复数注意OO变EE 读作 Tooth Tooth 来看一下这句话的发音规则 前两个词 DID 和YOU 连在一起 发生同化现象 前一个词尾音的D 和后一个词的YOU 连在一起 它们发一个新的音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音标 左边像一个D 右边像一个小写的3 这个音呢 读作 Z Z Z 有点像中文里边 Z不得Z 但是注意嘴巴往前撅 Z Z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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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句话慢速连在一起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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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SH A CHEF DID DID BRUSH A CHEF DID BRUSH A CHEF 你刷牙了吗 好 我们来看下一句话 梳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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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注意尾音的b是不发音的 不要读成comb不 b不发音读作comb 梳的意思 下一个词your表示你的 最后一个词hair表示头发 把整句话慢速连起来读一下 说一下头发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日常口语表达 欢迎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